日前东大门夜市在清明廉价遭疫情指挥中心列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警示区后 人潮瞬间的下滑 由于花莲仍然维持零确诊的记录 这两天周休假日天气晴朗 夜市人潮有回流的现象 各风景景点区域 也有不少游客利用难得的好天气出游 不管商家或者是民众 都希望疫情能够随着天气慢慢炎热而有所趋缓 东大门夜市在清明廉价涌入了23500人 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列为全台11个景点警示区之一 导致了人潮直直落 虽然从14号开始启动总量管制 不过平日游客就显得稀稀落落 甚至有些店家选择不开门营业 而经过了两周之后 花莲仍然维持零确诊记录 也让这个周末假日夜市就开始出现了人潮 约增加了三到四成左右 这两天感受到人里慢慢在回流的情况 目前整个在疫情发生前跟发生后 人最近这两天是明显回流 但是摊商的整体营收 目前还是都是下降的 整个替代力也是非常低 但是有感受到人气回流 目前受疫情影响可能 要到清明镜那个相对的那个人力量是不太同的 因为目前整个管制在有新的疫情 镜头转到七星潭风景区 停车场排满了各式车辆 不少人利用了难得的好天气出油 虽然19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22例新冠肺炎确诊的个案 而花莲仍旧维持零确诊 其实不管商家或者民众都希望新冠疫情 能够随着天气慢慢炎热而减缓 增加大家出油的意愿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